这一节我们通过实例来介绍 统一场的使用 首先我们播放动画观察最终的效果 可以看到一个心理飞船当中 发射出了很多的小的飞船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首先我们打开一个干净的场景 场景当中有一个母舰 还有一个小型的飞船 那首先要做的工作是 创建粒子发射器 Create emitter 使用默认的粒子发射器类型 我们把它进行创建 然后调整类型为体积的方式 为一个圆柱形的体积发射器 把它类型变成一个cylinder Away from center Away from axis 沿着这个轴向来产生 我们把这个along axis这个值呢 给它改高一些 比如说改成5 然后这是一个自身的旋转 是否打开等等 我们可以一边播放一边观察 那么当前发射的速率降低一些 跟我们的整个效果进行匹配 让它有一些随机性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 希望它直直的朝前来进行发射 所以说我们调整 Away from axis 这个值把它关闭 比较的统一一些 旋转一个角度 旋转90度 把它放置在飞船的内部 好 就它呢来产生粒子 好 这样飞船呢 被发射出来 整个的发射速率有些高了 把它调低一点 把发射速度提高 发射的数量再少一些 好 发射速度 让它一开始的时候呢 会稍微快一些 这样的飞出来 这个数值进行调整 然后我们来做粒子替代 选中 物体 然后加选粒子 首先呢完成一下 粒子替代 好 那这个原始的模型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 藏起来 天下层当中 连行隐藏 首先 先模拟出飞船 飞出的这样的效果 那么飞船的尾部呢 产生火焰 我们可以选中 粒子一 然后让它产生新的粒子 选中粒子一 选择粒子下方的 emitter form object 点开后面的option 我们使用默认的参数 一个all me的发射器的类型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产生出 托尾的效果 那么我们选择 新创建的粒子二 对形态进行调整 首先呢 把它的模式变成 时间的一种限制 生命值的一种限制 让它有 比如说0.5秒 然后有 0.3的一个托尾的效果 然后把它类型变成muted streak 这样的方式 进行着色 好 我们现在播放一下动画 先观察一下整体的感觉 那么整个的托尾 有些过于的分散了 把它的这个形态已经调整 更加的符合整个的情况 或者我们把它变成multipoint的方式 对它的不透明度进行调整 添加一个不透明的属性 添加一个颜色的属性 分别都是用ramp来进行控制 对于ramp的颜色 也可以进行调整 整体的形态 先把它调整好 这时候呢 播放动画 现在完成整个的一个大体效果 飞船呢 整个形态把它再密集一些 调整 当前的一个发射的形态 我们对于粒子呢 还可以再做一下具体调整 比如说让它有一个方向性的效果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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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粒子2 我们对它的 整体的一个形态 还可以做具体的调整 更好的匹配一下 它的不透明程度 调整 这个ramp的属性 控制整个托尾的时间 生命值的控制 让它看起来更加自然 OK 那么我们现在呢 对于粒子1 可以去使用 统一场了 选择 particle1 然后呢 执行field下面的 uniform 统一场 我们使用默认的参数 设置一下 那么调整当前的 体积 为cube的方式 这样更好 更容易我们观察 我们把它放在 飞船的出口的位置 它可以让这些粒子呢 统一朝着一个方向 来进行 加速 或者减速的效果 那么 控制依据 就是当前数值的一个 正负 好 我们播放当前动画 观察一下 可以看到呢 当前的这个粒子 在经过 同一场的时候 它的方向 包括 整个的速度 都会产生了一些变化 那么我希望它沿着 内周的方向 来进行动画 内周的正方向 我们把这个数值 提高一些 mgq 就是50 然后我们播放 可以看到它经过这个时候 就突然产生了加速 或者是你让它可以有一个 逐渐加速的过程 我们可以把这个 立场的范围 位置进行进一步调整 在加速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添加一个 紊乱场 让它更加随机一些 你看到 在经过同一场之后呢 迅速的加速 这个飞船就飞了出去 那么我们还可以 对这些粒子呢 产生一个 紊乱场 选中粒子 然后执行 Field下面的 traveless 紊乱场 同样调整 紊乱场的 一个类型 它的形态 一个巨型的 在经过了 加速之后 然后迅速 朝着不同的方向 产生了运动 好 我们来观察一下 当时的效果 加速 产生了一个 紊乱的效果 但是紊乱的这个 数值并不是很高 所以我们进一步调整 一个200 好 紊乱的一个频率 更高一些 让整个飞船 飞出的方向 有更多的随机性 它的 造波的级别 造波的一个频率 它的类型 那么选择 更高的一个质量 让整个的 运动效果 更加 丰富 这个无序性 有些太过了 毕竟它是一个编队 所以说呢 我们对这个 紊乱场的 强度值 做适当的处理 开始的时候 是一个正常的速度 然后突然加速 然后会产生一个 随机的一个运动 这个强度值 我们还可以再去调整 比如说 等六十 会有一些随机 但是不至于 过于的偏移 我们可以增大 粒子发射器的一个速率 看起来更加 好一些 我们可以把 这个立场的 进行隐藏 会得到更好的效果 可以看到 突然加速 统一场的 强度 都可以再进行调整 包括说整个粒子发射器的 一个形态 那么更有一些随机性 AroundX把这个值 改高一点 然后它的 初始速度 都可以 更加的丰富 那么它是可以 对这些粒子 统一的产生一个作用力 产生 更加直观的一个效果 对这些粒子的 运动方向 统一的设置 好 那这是 关于 统一场的一些 属性的介绍 下来之后呢 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个实例 逐渐的来去了解 统一场的使用 感谢观看